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敌人正是民主党的左翼 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总统的现状 对拜登总统国情资文以来的表现加叙加意 颇为风趣 第三篇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聚焦的是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利文 最后是Wired杂志的深入报道 揭露了美国的一些大V如何帮助中国推销仿冒假货 下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Vector Davis Hansen发表在American Greatness上的文章 指出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 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党的左翼 这群人为自己摧毁民主的行为辩护 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别人采取相同的行动来破坏民主 乔·拜登说2021年1月6日的暴动 是对民主的直接威胁 然而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这场所谓的暴动仅仅是一场失控的抗议 以最高法院作为一个例子 自从转向6比3的保守多数后 自由派法学教授 进步主义活动团体以及一些民主党人 开始主张扩充法院来增加左翼法官职位 此外 对高法的公开妖魔化并试图恐吓 也是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2020年 时任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领导一群支持堕胎权的抗议者来到法院门前 点名威胁戈萨奇和卡瓦诺大法官 当左翼暴徒聚集在一些保守派法官的私人住所外 意图恐吓他们并影响他们的决定时 拜登政府并未采取行动 拜登甚至在国情咨文演讲中 直接威胁坐在场的大法官 民主党试图通过改变选举规则 来为实现短期政治利益而做出激进努力 这也对民主构成了威胁 科罗拉多 伊利诺伊和缅因州 试图从他们州的选票上抹去川普的名字 这是一个明显的反民主行为 旨在剥夺数百万选民选择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的权利 2020年以COVID封城的名义 反民主的自由派活动家在许多州通过诉讼取消州投票法律 这是宪法传统上赋予州立法机构的权利 2020年的美国历史上首次68%的人在选举日前就投了票 自2017年川普就职以来 民主党活动家一直试图通过所谓的全国普选投票州际协定 来改变有235年历史的选举人团投票 这项努力将迫使选举人的票 反映的是全国而不是他们自己州的投票结果 总之 那些破坏民主的人的辩护是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其他人做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为了短期目标 立即获得和保持政治权利 要彻底改变 摧毁或扭曲美国的法律 习俗和传统 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是总统身边外交政策决策队伍中最重要的成员 原本来自希拉里克林顿身边的捷克·苏利文 在拜登政府中开始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只有44岁 华尔街日报日前对苏利文做了一篇深入报道 我们在这里播放出报道的摘要 希望阅读原文或者中文全文翻译的 请订阅我们的substack 链接可以在这个视频的文字介绍中找到 下面就是报道的摘要 在以色列为回应哈马斯10月7日的攻击儿 对加沙地带发动广泛军事行动后不久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捷克·苏利文 于白宫与一群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美国领袖秘密会面一小时 苏利文向他们保证 美国支持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同时坚定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的权利 苏利文身处多场冲突的中心 包括阿富汗、乌克兰以及现在的加沙冲突 他试图在盟友和敌人之间 有时是在美国政府内部各机构间进行谈判 苏利文将他的工作比喻为游走在枪支与黄油之间 枪支就是战争 而与盟友合作增强美国经济则是黄油 他第一年在任上时 美军从阿富汗混乱撤军 强烈反弹让他感到责任重大 甚至考虑过辞职 现在苏利文面临的最大考验可能是中东的外交政策危机 这会影响拜登的再次当选 苏利文作为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 上任时年仅44岁 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人选 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长大 很快在华盛顿崛起 开始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工作 之后他与2008年竞选民主党提名的希拉里·克林顿建立了联系 虽然克林顿未能赢得提名 但奥巴马让他成为了他的首任国务卿 苏利文也一直在他身边 当克林顿辞去国务卿职务时 苏利文原本考虑参政 但最终被说服留在政府中 成为当时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的角色不是提倡某一政策 而是向拜登提供选项分析 让总统做出最终决策 这种动态在阿富汗问题上得到了体现 当情报显示塔利班可能比预期更早占领喀布尔时 拜登决定美国将在8月底前撤离 这成了他任期内最受争议的决定之一 苏利文将阿富汗政府的崩溃 视为为几个月后的外交政策危机 做准备的一部分 当时美国情报部门确定 俄罗斯正准备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入侵 他的目标是试图阻止入侵 苏利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 进行了严厉的警告通话 俄罗斯部队于2022年2月24日越过边界 之后苏利文帮助奠定了协调西方反应的基础 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为该国提供经济援助 以及旨在摧毁俄罗斯经济和国防工业的广泛制裁 虽然他说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可持续的 但中东的突然冲突震惊了拜登政府 哈马斯袭击后 苏利文阻止了以色列对真主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避免了潜在的地区冲突升级 随着今年总统大选的临近 苏利文的努力可能面临终极考验 对乌克兰的援助曾是其外交政策的亮点 现在却因国会在通过新的援助方案上 陷入僵局而几乎完全停滞 而尽管美国公众对以色列的整体支持仍然强烈 但在密歇根州等地 一些民主党选民日益增长的挫败感是白宫的担忧 苏利文表示 他曾考虑过自己参选公职 但在看到这对政治人物造成的影响后 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拜登上周四在国会做国情咨文演讲后 主流媒体盛赞总统经历过人 American Spectator的这篇文章 对拜登的身体与精神现状做出了评论与分析 下面是文章的搓要 如果拜登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站立两小时 能熟练使用提词器 主流媒体自然会盛赞 然而对于普通选民 拜登那晚的表现或许验证了他们对他再次执政的担忧 拜登描述当前国内政治状况时说 自林肯总统和内战以来 自由和民主在国内从未像今天这样遭到攻击 如果家庭饭桌上有人这么说 大家都会觉得他需要再去戒毒康复中心 拜登演讲中类似的荒谬说法层出不穷 他提及了被神话的1月6日暴动 声称叛乱分子冲进国会大厦 对美国民主形成威胁 这忽视了没有参与者被指控叛乱的事实 也忽略了大多数美国人将事件事做失控的抗议的民意调查 拜登坚称民主正面临致命威胁 并将威胁员指向前总统川普、共和党及其支持者 拜登显然必须面对年龄问题 他试图通过在演讲中大声喊叫 来消除人们对他缺乏活力的印象 如果人们希望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预示了他演说表现的改善 那么第二天这种希望便破灭了 当被问及在国情咨文中 使用了非法移民这一禁忌词汇来形容拉肯赖利的凶手时 拜登的回答是一片胡言乱语 后来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的几场集会上发言 他搞砸了台词 在一次演讲中他告诉选民 宾夕法尼亚请把我选进国会 随后他自豪地宣称 我比任何总统都增加了更多的国债 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总统 拜登的竞选团队一直在吹嘘CNN国情咨文后的民调 那个民调显示只有31%的观众表示 他们对拜登履行总统职责有很大信心 28%表示他们有些信心 41%表示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31%比演讲前的25%略有上升 当选民看到总统回答问题时 结结巴巴 语无伦次时 他们明白总统的现状非常糟糕且正在恶化 专门关注网络技术发展的Wire的杂志 最近发表了长篇报道 揭露美国的网红如何通过推销中国贸牌货赚钱 报道说美国的网红利用TikTok Reddit等社交媒体平台 宣传来自电商网站如PandaBuy的仿制品 这些商品价格低廉 让许多原本难以承受名牌商品的消费者趋之若鹜 Evan Fox就是其中一位 他在TikTok上向12万粉丝推荐PandaBuy 声称那里的商品便宜到让人上瘾 这些网红成为了一个新型假货经济体系的公众面孔 他们的活动虽然为技术平台带来了挑战 但也暴露了传统市场中存在的漏洞 PandaBuy声称已与数千名内容创作者签约 将西方消费者引向充斥着假冒商品的中国购物平台 这些仿制品从服装 鞋子到奢侈品 种类繁多 质量高低不一 耐克起诉了Evan Fox 指控他与PandaBuy合作销售假冒耐克鞋 PandaBuy及其他类似平台的存在 让海外消费者轻松接触到通常只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假货 这些平台提供英文服务 将中国市场的产品推广到全球 从而扩大了伪造品的影响范围 网红们创造了详细的购物指南 包括颜色编码的试算表列出他们推荐的假货 并透过联盟链接赚取销售提成 他们还提供购买建议 包括如何避免海关查货 PandaBuy宣称 去年有超过1.5万名网红加入其联盟行销计划 除了PandaBuy、DHGate等老牌电商平台 也吸引了众多海外消费者购买假冒品 这些平台为国际客户直接发货 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他们与网红合作 通过社交媒体推广仿制品 甚至有时使用代码言语来避免被平台识别和封禁 随着假冒商品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打击这些活动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技术平台和品牌商 只好不断地寻找新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 对于消费者而言 在低价的诱惑下 他们需要更加警惕 避免购买到假货 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和支持正版商品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